马拉基书第一章 以下是耶和华借马拉基对以色列宣判的话 耶和华说 我爱你们 你们却说 你怎样爱了我们呢 耶和华说 以扫不是雅各的哥哥吗 我却爱雅各 勿以扫 我使以扫的山地荒凉 把他的产业给了旷野的财狼 如果以东说 我们虽然遭破坏 但仍要把废墟重建起来 万君之耶和华这样说 他们持管建造 我却要拆毁 仍要称他们为罪恶的境地 为耶和华永远恼怒的子民 你们要亲眼看见 也要亲自说 耶和华在以色列的境地以外 必被尊为大 万君之耶和华对你们说 藐视我名的祭司啊 儿子尊敬父亲 仆人敬畏主人 我若是父亲 我该受的尊敬在哪里呢 我若是主人 我应得的敬畏在哪里呢 你们却说 我们怎样藐视了你的名呢 你们把污秽的食物 陷在我的坛上 你们竟说 我们怎样污秽了你的坛呢 因你们以为 耶和华的桌子是可以藐视的 万君之耶和华说 你们把瞎眼的献为祭 这不是恶吗 你们把瘸腿的和有病的献上 这不是罪吗 你把这样的礼物献给你的神长 他会喜欢你或是悦纳你的礼物吗 现在你们要向神求情 好使他恩待我们 这污秽的祭物 既是你们经手献的 他还能悦纳你们吗 万君之耶和华说 真愿你们当中 有人把殿门关上 免得你们在我的坛上 突然点火 万君之耶和华说 我不喜欢你们 也不从你们手中收纳礼物 万君之耶和华说 从日出到日落的地方 我的名在列国中伟大 在各处都有人向我的名烧香 献上洁净的礼物 因为我的名在列国中伟大 万君之耶和华说 你们却亵渎了我 因你们以为主的桌子是污秽的 桌上的食物也是可藐视的 你们又说 唉 真麻烦 你们就嗤之以鼻 耶和华说 你们把抢来的 瘸腿的和有病的 带来做礼物 我怎能从你们的手中收受呢 万君之耶和华说 凡以家畜中公的许了愿 却又诡诈的 拿有残疾的献给主 那人当受咒诅 因为我是大君王 我的名在列国中是可敬畏的